若在环天 环天中尊 回以盛会 唯摩节讲 我们从这一段讲起 唯摩节如果是在环天 他也是环天的中尊 为什么呢 因为唯摩节是 圆满节悟的佛 圆满节悟的佛 他如果在环天 他如何教教导大环天 他教什么 他教最圣要的智慧 其实我们修行 有时候修到射界天 玉界天超过去的 到射界天 大环天王那里 大环天王 有很多的大环天王 大环天王 我们称为那个 印度教就是 布拉环 那么他也就是 以印度教来讲 他是创造天地的 天地是他创造的 横河的水 是由大环天王 是由大环天王里面的嘴 吐出来的 那么这里 因为唯摩节是在印度 所以如果是在 唯摩节在大环天 他也是大环天的宗尊 最大的 他会教导所有的大环天人 最圣要的智慧 最殊胜的智慧 最殊胜的智慧 因为大环天还是要轮回的 三界天都是要轮回的 最殊胜的智慧 就是让他们 这些大环天将来 到了要轮回的时候 他们因为有最圣的智慧 还懂得修行 所以能够再走到更高的地方去